我认为单一支时有分别 但未到立光见影 但到一对时 即使我在街上带着In-Ear 听歌 我发觉这首歌有些微妙的变化存在 大家好,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评论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 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追踪我们的IG 和我们的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也会在社交媒体与大家分享 今天试试的是这包东西 这包东西在AV Show 首先开卖 就是来自日本的Kojo 它最新的产品 就是Crystal EP 产品 如果直接说 它可以叫做地插 就是一个可以做到虚拟接地的插头装置 与它的地盒Crystal E 有点不同 而且一个插头已经做到类似的功能 但究竟效果如何? 开箱简单介绍一下地插之后 再和大家继续去拆解 大家买了这个地插时 就是这样一包东西 但其实这个Crystal EP 有四款型号 分别有RCA、3.5mm的mini-jet 然后招插和叉插 现在我手上这个全新未开的 就是叉插的型号 其他型号跟着的就是这样 这个是3.5mm 然后这个是RCA 这个是招插 RCA主要是用来配信源的装置 3.5mm可以配一些Headfire 例如桌头的解码 或者DAP 这样做地插的功能 特别是DAP很多都有3.5mm之外 还会有平衡的输出 亦令这个地插 可以叫做一个很好的配件装置 在DAP上 至于招插和叉插 顾名思义是给你夺你的喇叭 或者抗音机 事不宜迟 我们看看实际的产品如何 买不同型号的这张招纸 会有贴纸贴上去 这一次我看到了 其实刚刚说的不同的插头 也有不同的型号 都是Made in Japan的产品 从后面有点关于Crystal EP的产品介绍 这些留待规格时 再跟大家交代 打开后就会看到真新了 整个Crystal EP的产品 可以叫做分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是插头的位置 其实可以这样扭出来 四款插头都是一个螺丝 扭上去就可以安装 在地插的核心位置 你会看到印上Crystal EP这系列的型号 以及Kojo 品牌的标志在上面 尾部的位置也是一个螺丝位 因为它可以打码 甚至不停加上去 去强化它的效果 也是一样的 扭上去便是打码地使用的了 开箱大致说到这里 究竟这枝Crystal EP内的架构如何 以及刚刚说到打码地使用的 再跟大家交代 Crystal EP 厂方定义为 插头型的虚拟接地 而我认为用地插去称呼它 挺合适的 这枝地插是由杜金的黄铜插头 杜猎的黄铜本体和尾盖组成的 当中主体是一个高纯度的铝薄 和分隔器加工成为 一个条状特殊专用电容器 可以扩大和加强整体表面面积 外观上 它的表面面积只是10cm x 10cm 大约是100cm x 10cm 左右 但形成大量类似这个晶体结构的空康 而这些空康 让它内部导致的有效表面面积 可以扩大到11000cm x 10cm 而表面面积是接地最重要的环节 而整枝地插核心黄铜本体前后 会有一个M4弓拿螺丝头 弓头可以很简单扭上不同的接头 而插头那边除了可以拨打尾盖外 亦可以拨打另一支G-Crystal EP 做扩展 将表面面积双倍到22,000cm² 最有趣的是,如果买一对时 直觉上觉得插头和尾盖会凸多出来 没用 但其实它可以二合为一 用来做端子保护盖 如果拨打的是RCA头 还可以做一些本身没有关坡器材的摺底端子 甚至可以在地插上 再用地线去拨打其他虚拟摺底的产品 例如COZO Crystal E 可以说是一款设计非常有可延续性的产品 而今次测试 亦会针对三方面玩尽这支配件 第一,插了它有否效 第二,比较它与Crystal E 地盒的分别 最后一个测试 就是将Crystal EP 再拨打到Crystal E 看看有否有分别 想知道这三部分的结果是怎样的 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部分 首先,我用了Clock Mojo 和Poly 这变固的组合 试试插了Crystal EP 之后的分别 因为Mojo 本身有两个3.5mm 的输出 用这支地插的3.5mm 版本便符合了 我自己觉得插了之后 人声的细节线条上明显有圆滑的感觉 而且低频的扎实度亦有提升 而整个音场的结像,以至音效左右Planning 的效果声 都会更清晰和松容多了一点 不过这个改善,我自己觉得用两支的效果 是会明显一点 和可闻性会高一点 一支相对地,不是非常夸张 之后,为了比较地插和地盒的分别 我自己在公司用了NAD C399 抗音机 配合了PSB B600 这对书架扬声器 去试听 而为了令测试更加公平 所以地插和地盒都会插在NAD C399 RCA 音效输入的位置 先说Crystal EP 我自己觉得效果和博在变固组合时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人声突出了,以及整体音效的大大小小 亦分明了 而且低频显着地扎实了 特别是低频这一部分 我觉得是Crystal EP 最明显的改善地方 也说Crystal EP 最明显的改善地方 美国人也解释 多语速的改善地方 要变图为一个数字 昨天迢天效果和博在变团中 G yo 看我把某个人听话 利用的改善地方 亦分明了 我们的改善地方 好这一部分 臭的时候 是有改善地 Crystal E 时, 我觉得整体高音会亮丽、飘逸 音场亦会更松容 但在低频的改变上, 与地插一样 会淡定和扎实 而整体的细节线条, 亦会相当于Crystal EP 以Crystal EP 来说, 收得更漂亮 You are traveling fast like a bird in a dream You're a part of the dawn where the light comes from the dark You're a part of the-more You are a part of the dawn where the light comes from the dark You're a part of the more 所以如果你问我买一个地盒或两支地插 单说声音的影响上 我觉得在两声道系统上 我会选择地盒 但一对地插的可换性和可变化的地方 实在高得多 拿出家用也可以 放在家里用也可以 而且一插就能听 连拿一个螺丝批去拨地线也可以省 而异用性方面,我认为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最后试玩的是 刚刚说的地盒和地插的优点 在一加一之下 会否做到等于二,甚至大于二呢? 这次测试 我照舊用一对地插插在C399的RCA位置 然后再在地插上拨打Crystal E 结果真的可以将两者得到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高音上明显比单纯用两支地插时更空透 而且整个音场的结像会更生满 在地插时更空透 我看到有些讨论区上面 有些朋友想买四支地插 我自己的建议是 如果你打算兼顾HeatFi和HiFi系统 而自己有一定的预算 我觉得两支地插加一个地盒的玩法 能够做到两者都能平衡 亦发挥最佳的效果 但究竟这个Crystal EP有没有不足的地方? 我自己认为如果真的要拿出外面时 又是博两支的话 它的长度也有差不多 然后机身也有差不多大 如果放在袋子时 真的要小心点,不要锻炼了 我自己认为有可能弄断3.5mm 这方面要小心点 好了,这次Kojo的Crystal EP 这个虚拟接地地插的评论 大致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了 开始时,我也担心 究竟我试试这个Crystal EP的效果是否可闻 以及是否非常明显 我自己认为单一支时有分别 但未到立光见影 但到一阵时,即使我在街上带着In-Ear 很假的听歌 我发觉这首歌有些微妙的变化存在 近期见到很多Halfire的朋友 正在用一些便葵的地盒 去拨打自己的DAP 这次Crystal EP出了点色的产品 然后真的可以使用DAP 因为它有3.5mm的版本 我相信大家能买这些配件 应该对声音有一定的追求 相信是在用一些平衡的耳机 所以3.5mm 头本身也刺了出来 用来拨打这个Crystal EP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有兴趣的朋友 真的可以在各大零售商 亲身体验一下这一支特别的产品 今天就大致上说到这里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